最近有朋友跟我說二世祖 你之前介紹過你一隻綠色的壺 我們看見有少許墨綠色 但你說它本身不是墨綠色的 是淺綠色的 他就想叫我把壺散乾淨給他們欣賞一下 我覺得都無所謂 因為其實我一直都說 其實如果用了很多年的壺 只要你只是把壺身散乾淨 其實就不會影響你那隻壺 它裏面那些茶柬 而且我亦都不斷強調 其實壺是要來不來都要清潔壺身 既然有朋友這樣要求 我就當然根據大家的要求 去做一次給大家看 我就會把我的綠色壺 用牙膏牙刷重新洗塗一次 不要說不行了 我們現在去片了 現在大家看到這裏有三隻壺 左邊 大家看到左邊這隻壺 在上一輯的 我說怎樣去清潔 紫砂茶壺的時候 大家都見過了 這隻壺也都用了十幾年 我在早大概 兩三個月前 我重新 將它 洗擦乾淨 再泡氧 大家看到現在都好油潤 但是我這兩三個月 我都是用水沖一下它 沒有用毛巾去擦它 或者去擦它 所以 你現在看到那個情況 那個油潤度 就不像我們用毛巾去擦這個油潤 稍後我就會擦它 給大家再去欣賞一下 至於 在右手邊那隻 同樣 也都在上一輯的 港紫砂茶壺裡面 我都介紹過 這隻壺 我會用毛巾來擦它 給它擦乾淨 亦都跑養了兩三個月 但這隻我會用毛巾去擦它 擦它 所以你會見到 它特別油潤 好了 至於中間的那隻壺 我近這10年8年 我都沒有洗擦過它 但是那隻壺我已經用了 超過20年 所以今次我會拿這隻壺重新洗乾淨 再泡養給大家看看它的真身是怎樣 這隻壺我未擦過也未用毛巾去捉過 雖然它是油潤 但是不至於好像剛才那隻小壺那麼油潤 你看看這隻小壺真的很油潤很亮的 但是記住我所說的油潤就不是油粒粒那種油 是很柔和很潤窄的 好了其實很簡單的 其實真的拿一條毛巾去捉一下 是將它面頭的灰塵 或者是黏上去的一些不是黏得很深的茶 稍微是抹乾淨它 大家可以看到了 是不是亮了很多呢? 但是因為我現在都是很普通的去捉一下它 但是再捉久一點會更加油潤 現在我就捉到另外一邊 有很多朋友就說它們不喜歡捉壺的 它覺得捉壺其實是沒有它自然的油潤 就是我未捉壺之前那種油潤那麼漂亮 不過其實呢 我也會這樣看 你不捉它一直這樣沖泡 其實你最終你都會沖得久的話 都會去到好像現在我用布捉完那麼漂亮 不過呢 期間你就真的需要不停要去洗茶 因為為什麼呢? 你不用完又不捉一下它 它真的會不斷地把茶夠黏在糊裡 那就會越聚積得多 就越不漂亮越髒 所以其實應該呢 每一次沖泡完呢 都捉一下它呢 就會是最好的 那一會兒我捉完之後再給大家看看 那現在大家看到呢 用布捉完的壺呢 是比剛才還沒捉之前呢 是更加油潤的 那你會看到呢 那你會看到呢 那些字呢 也都是清晰了很多的 那曾經呢 我在一些視頻上呢 就聽過呢 就有一些朋友 那他的分享就說呢 真的紫紗糊 和假的紫紗糊 那分別是什麼呢? 就是說 真的紫紗糊呢 它油潤得來呢 你的光射下去呢 它就不會一點點反射出來 如果假的那些呢 那你用一些燈光射下去的話呢 它就會很明顯呢 就會一點光的折射出來 其實我覺得這個都不對的 因為呢 那個折射出來 是很明顯還是沒有明顯呢 就視乎那隻壺呢 它養了多久 還有它的油潤度呢 是有多麼強 那這隻壺呢 因為我曾經都散過它嘛 那這隻壺呢 那這隻壺呢 因為我曾經都散過它嘛 那也都是養回大概三個月左右 那其實已經是很有養 但是它不至於呢 是那個面是很光滑 因為它這隻壺呢 那個質地呢 那個沙質呢 都不屬於那些很幼細那種 那所以它才不會有一個折射那麼高 那這隻壺呢 那相對來說呢 那這隻壺呢 因為它那個泥質是比較幼滑的 那也都養了很久 所以你會見到它那個光線的折射是很明顯的 那但是當我呢 把它呢 省了之後呢 洗擦乾淨之後呢 它那個折射率應該沒有那麼明顯的 但是你不可以說 因為它的折射率很高 那一點很明顯 那就說它是假的折射 其實不可以這麼說的 也有些人說 因為這樣是打了蠟 其實不是的 我自己用的不知道嗎 這隻壺從來沒有打過蠟 純粹這些是柴油來的 不過呢 我就會把它呢 那個壺身洗擦一次 那同樣怎樣去洗擦壺身呢 我之前都跟大家分享過 不要搞那麼多古靈精怪的東西 只是用牙膏牙刷濕水 散它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用白潔布啊 或者用一些鋼絲刷 要不然呢 你只會將那個壺身的表皮呢 是傷害了它 或者是散到花了 做法就很簡單的 牙刷裏做一些牙膏 那個壺蓋整濕它 那跟著就這樣散就可以了 慢慢給點耐性 逐點逐點這樣散 將它面頭的那些牙膏呢 是洗擦乾淨 那但是至於這個壺蓋邊那些 不要搞它了 因為這些呢 查夠呢 其實就證明了這隻壺 真的用了很多年 我也都跟大家分享過 很多時候呢 紫砂壺造架呢 他們就會造在一個內壁 或者是呢 甚至乎那個壺面 但是呢 在這個位置造架呢 很多人都忽略了 它沒有做到的 又或者做都比起上是複雜些 那所以很多時候我們看 就是壺是真的舊 還是假舊呢 就不要只看壺的內壁 我們還要看壺蓋的那邊 壺已經洗擦完畢了 那大家看到它是不是很翠綠呢 跟剛才是截然不同 那它仍然呢 你都會見到呢 它有光澤 很柔潤的 那但是呢 相對來講 跟我初期買的時候 這壺已經是深色了的 為什麼呢 因為用了這麼多年之後呢 它真的吸收了很多茶油 那所以呢 這壺的泥質本身已經是深色了 就等於我們一些傢司 一些木 我們用得多 而它吸收了我們人的一些油脂的時候呢 那些木的紋 或者木的色呢 都會是深色了的 好了 那我又會用這壺來去泡茶 那又在 遲些再和大家介紹一下 當這隻洗乾淨了的壺之後 沖回一個多兩個星期 究竟它會變化成怎樣呢 到時再和大家分享 那現在大家見到呢 這壺我剛剛呢 就沖泡完鐵觀音 那你看到它呢 有一點點的一些油光 在壺面那裏呢 是衍生出來的 那呢 因爲我未擦它 也都未擦它 擦完擦完之後呢 應該會更會亮一點的 不過都不需要那麼心急 過多幾天呢 就會再和大家分享的了 那現在大家見到呢 這壺呢 我已經泡了一個星期的了 那你覺得這壺是不是潤了很多呢 還有呢 這個顏色也是深色了的 那所以如果大家呢 在家裏有一些壺 現在很骯髒的 又或者用了很久 都沒有清洗過的 那不妨呢 就清洗一下你的壺 再拿來沖泡 那這壺呢 就會養得快些 還有更漂亮的 那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一下 那這壺呢 是真的油潤了很多 那大家看完這條片 是不是覺得呢 那這壺呢 雖然是重新洗過 但是呢 只要泡幾天呢 就已經很漂亮 那你看一下 那壺身呢 其實仍然都很油潤的 那當然呢 如果呢 再泡回它過幾星期呢 就會更加漂亮的 謝謝 謝謝 轉發 我現在說 是有水 有水